Live Friendship Beauty Girlfriend Talk Show Girlfriend Talk Show 大家好 歡迎收聽Girlfriend Talk Show 好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麼呢 你是不是也剛剛有個我們吃晚餐的事情 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 沒錯我剛剛一直一回家我就說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這個事情 而且剛剛還瞬間忘記要怎麼講 為什麼 你就剛剛問我說到底要講什麼老人事呆啊 好啦阿滋海默真的是好可憐 那你趕快講 好沒問題就是我們剛才吃飯的時候呢 我媽呢就是因為年底的時候大家都會想要做很多的大師 對她去set了她的頭髮 她剪了剪太短 超短大概到這裡 這裡 很像是那種以前自己剪的髮會像就是 說欸怎麼好像有點太醜再修一下 越淺越短 簡單的說就是西瓜瓶加狗啃的 然後呢她就跟我說 設計師跟她說 你這個髮型農曆臉的時候會最好看 請問 設計師們你們可不可以不要 就是可不可以有一點職業道的 講這種話真的是 什麼叫鬥農曆臉的好看 那要不到七月鬼門開更好看 對 七月半的時候最適合 那些設計師真的是騙人無極限 真的 你們可不可以誠心誠意的就是跟她說 小姐真的抱歉我六臭了 真的大家不要這樣好不好 雖然我們整個吃飯的時候我都一直看著我媽的瀏海 你覺得那些設計師會不會就是剪完 然後掃頭髮 第一張掃頭髮的時候討論出來 欸你可不可以教我幾句就是你最近都用什麼來騙客人啊 你手滑的時候都怎麼講啊 可能就說喔那是洗一洗就會這個燙會比較自然 對啊那頭髮本來就是就是現在都流行這種 比較的撐刺不起的一種剪法啦 然後你這個色都就是不會變橘 對那你這個染不均勻的地方 其實我們是故意給它挑染的製造一種層次感 不然看起來會很單調人很無聊 你是不是很常聽到這些話 真的我開始懷疑 好啦大家真的是 你們真的是設計師可不可以有點職業道的 你們真的是醜你們就承認說太多人 我也真的覺得這樣真的有一點醜 好啦那我們就來盡情期待 我們農曆年的時候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媽媽的頭髮到底 我們再給大家最新的一個update好嗎 好那我們現在呢要回顧一下 因為我們上一集呢已經 明明就跟大家說了這麼多交換禮物的撇步 為什麼你們還是送一些很爛的禮物呢 這個很值得來檢討一下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聖誕夜的一個活動 Oh my god Oh my god 我的聖誕夜真的是很恐怖 很精彩 我跟妳講我參加了一個social networking的活動 Wow講得很高級耶 什麼 networking 我跟你說 我在旁邊有簡直是個壁豬 不是壁花就是壁豬 什麼叫做壁豬 就是因為比較胖 所以就是 喔妳說是豬嗎 對聽起來很像什麼媽媽那個年代的那個女子的名字 那你們玩了什麼活動 應該很high才對阿 沒有就是一些很無聊的團康 大可不要再玩團康了 我真的受夠團康了 什麼一隊什麼殺手啊 什麼之類的黑夜 黑夜的將領 請問那裡是要降到什麼時候 而且都有人降領完 其實我醒來的話都偷睡覺 我跟妳講還有一些人真的很愛演 就想說就好好玩 那因為他就想讓大家覺得說他是平民 所以他就是要起來一副就是 喔有太久了都快要睡著 有什麼好演的 這種心機很重的 就好好玩就好了 然後他說誰是殺手好恐怖喔 我真的沒有辦法 那還有什麼廣東炒麵那種也受夠 大家不要再玩了 廣東炒麵辣辣 廣東炒麵就不辣阿 真的你們到底有沒有吃過 好啦就是總之他那個social networking 我真的是有點沒辦法 可是是妳辦的耶 是他辦的 也沒有啦就是沒辦法 所以是我辦的太爛嗎 所以我參加扶委會的同仁 我在這邊跟你們居上甚至一句話 只要妳就是身為工作者 然後妳被加入扶委會 真的是人生的一大悲哀 就是地獄 不過請大家hand on好不好就是 好啦在這邊也是祝大家聖誕節快樂帥已經過了 那我們來講一下妳收到最爛的禮物 妳有收到爛禮物嗎 妳問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沒有收到禮物 哇塞這真的是一個最爛的禮物耶 請問 大家要不要現在直接送我同仁的禮物 算了沒有關係 我現在要跟大家說 我不要許願 拿下妳也要許願 愛許願耶 對我要跟妳們說 我收到100個pick了 yes 聽不懂的請妳趕快去復習一下下一集 妳們不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一直許願 我沒有 我跟你講我也拿到一個很爛的禮物 妳說個妳跟大家分享 我呢 因為就是 預定說那個金額大概300塊 對 於是呢我就送了星巴克的那個 儲值的那個卡 還不錯啊 是不是 知道我拿到什麼嗎 拿到什麼 我拿到一個就是香港的什麼藥膏 那起來不錯 沒有 那個藥膏真的是我完全不會用 我又平常 是口皮藥膏那種嗎 就是那種一罐的然後 味道損傷 類似 重點是我還沒有拆開它 就是自己發出臭味 有是嗎 濃濃的臭味嗎 我真的沒辦法耶 為什麼我送了星巴克然後換了一個很臭的藥膏 什麼時候要用 我不知道好不好 算了 下一次明年 跟你講明年就把它送 全土重來 那有的人就會說 天啊我聖誕節沒有約我好可憐喔 我人生好悲慘 沒有這樣沒有悲慘 這樣真的沒有悲慘 什麼叫悲慘 聖誕節沒約跨年沒約 Oh my God 還沒約的人趕快開始約了 真的 現在還沒約真的 說到跨年 那妳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跨年應該要做什麼 或是妳就是之前的跨年的經驗 我其實這人很單調 怎麼樣 我就是會衝到市政府去到處 這樣很青春啊 很青春但其實真的有點累 真的有一點累 那妳今年也要不要衝一方 我今年一定要衝 為什麼 好不好大家一起來 因為今年的壓軸 台北市政府是阿妹 那不是就是一個泥妹的行程嗎 對啊 所以我一定要去 那妳有沒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撇步 有沒有什麼就是妳知道跨年 又輕鬆 又可以看偶像 或是又可以跟朋友 又可以打卡 炫耀以及體力之間的 balance 我自己是覺得說呢 一定要穿很舒服的鞋子跟衣服 穿著睡衣跟慢跑鞋 覺得這樣怎麼樣 因為晚上黑黑的 你們自拍根本就看不出來什麼 可是我要PO上網炫耀阿 那時候的網速真的不容許妳PO 怎麼辦 所以就是穿什麼很醜的沒關係 還是妳覺得我們先穿一張很美的 然後大家先自拍好 然後呢 再瞬間換睡衣 對 換睡衣出門 然後到時候就用那個美的打卡 可以 這不錯 可以 再用自拍吧 我看到還有很多人就是 然後呢 很多人還有就是自己 期待的那種導演小椅子 那真的超捨的 那乾脆推行動輪衣妳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行動輪衣超high的 而且妳很快 而且別人不敢阻擋妳 因為她以為妳有老人家 我覺得那個以外還有一個更扯 是現在輪移還有那種電動的 妳說像X教授那種 對 就這樣子 然後時數很快 那要帶一個方規 保證大家不會攔妳的路 好不好 那妳覺得今年還有什麼 新希望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說到新希望 我覺得每一年都會 這時候都會想說 是不是來寫一個新年新希望呢 大家又錯了 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就是過多的期待 沒錯 你說說每年 每年運用不就那幾個 我要減肥 早點睡啊 對 練一個 練一個語言 不然就是什麼 學瑜加 哪一個有達成 沒有 那怎麼辦 就是不要再寫了 真的不要再寫了 從立刻開始不要再寫了 好不好 就直接去做了 做什麼東西 就是不要寫那些東西不實際 就想做就是趕快去做 欸那妳知道最近那個 臉書上有一個東西 有一點紅 什麼 我 請問 就是跟十年前的自己說一件 他也不會相信的事情 有這樣 有 那妳覺得我 就是PO文每個人都開頭說 跟自己說 十年前自己說一個 他都不會相信的事情 然後在後面接說 你會講什麼 那妳會講什麼 我超easy啊 那我先說 等一下十年前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先回溯一下 不然我現在不太 大概八歲的時候 他不會講話怎麼辦 他聽不懂語言 沒有那麼想啦 給我看 太誇張了 這樣子沒辦法他們已經關掉了 我們十年前是 可以再開箱好了 可以再開箱好了 國中吧 國中嗎 那妳會講什麼 沒有變漂亮 妳說妳跟他說 Sorry 你就是這浪了 對妳就是這樣了 我國中跟我現在長的一模一樣 那妳這樣是在炫耀還是 沒有就是沒有變漂亮啊 OK 那妳呢 妳說認真的還是開玩笑的 我覺得很簡單的講說 無法相信的事情 就說妳是工程師 I'm so sad I'm so sad 妳會跟一群追人一起 妳幹嘛這樣子啊 過開心日子 OK 那還可以啦 還可以啊 其實講這種 我現在有一萬個答案啊 妳也可以說 其實妳還可以更胖 真的這句話大家都可以用好不好 有無止性多 每一個十年 每一個十年都可以用 每一個十年都可以用 不要就是太局限自己 真的 那十年前 那妳以前就最想對十年前的自己講一個鼓勵畫的是不是 應該就是 說妳現在擔心的事情 都會發生 都會發生 請問 好那妳會說什麼 我不要打擾妳 I'm sorry 就是妳現在擔心的事情以後 真的 都會解決 天啊 好感人喔 妳今天是走個感性路線嗎 妳剛剛不是說鼓勵的話嗎 白雯威妳為什麼今天偷戴毛帽 因為我今天要讓男人很秀 這明明就是房間裡面 你知道這樣 但他們現在可能是在搭車 或是外面的時候看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相信所有觀眾朋友 我看到 現在的毛帽並不是這樣子待的 不是 是 現在毛帽一定要就拉得非常 上面就只在一點點很尖 很高 很像那個藍色小精靈那種 對啊 妳沒有分上大家 我就是all fashion啊 等等 大家教一下他好不好 好啦 大家就是 可以不用像我這樣戴 妳看我剛剛打腕自己 我剛剛都講了什麼 十年前的自己 十年前的自己 那大家可以留言一下 就是妳最想跟十年前的自己說什麼 她也不會相信的事情嗎 對 或者是妳跨年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就是推薦 小撇步 沒錯 哪裡看煙火最美 怎樣拍照打卡 上傳最炫耀溫 或是就是那個移動文儀 到底要怎麼弄到哪裡 沒錯 我們一直想很久 移動文儀很簡單吧 沒辦法都要去就是 可是去社區 然後不夠一些扛股在那邊弄 然後就說 對不起大家 就文詠一下 你說 學那個 印尼優嗎 對 對不起 Teddy McSee 之類的 Semara 什麼的 Semara Dingo 最近我研製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研究印尼文 我最近在學印尼文 你有沒有教大家的兩句 就是Teddy McSee 就是一個謝謝的意思 Teddy McSee Semara Sian 就是一個 Semara Sian 你真的講得很像 對 對啊 那我們一起用印尼文跟大家說再見 那就是 Semara Dingo Semara Dingo